哈喽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学习术论 沟谷术 相信沟谷术组大家都听说过 沟三,谷四,玄武也是我们最喜欢的一个方程 或者一个特别标准的直角三角形 三,四,五,直角在这里 相信大家都背得滚瓜烂熟了 然后呢,埃及人的话就顺便讲一个好玩的故事 埃及人做金字塔的时候会用这样一种方法 他把一根绳子分成十二等份 然后呢,继承一个圆环 然后按照沟三,谷四,玄武一拉一个直角三角形 就腾空出世,三,四,五 当然也不仅仅是古埃及人用 那么相信大家看上一个视频 已经非常熟悉术论的套路了 那我们要问的就是 是不是有无穷多个沟谷术组 那我们就想一下 沟谷术组由三个数A,B,还有C组成 那么这样,我们随便选一个正整数D 它D可以是任何正整数 一,二,九,十,一百,一万,一亿 它都可以 然后呢,我们把整个公式都增加D倍 那就是DA的平方加上DB的平方 等于DC的平方 相信机灵的小伙伴们已经知道 为什么这个方程和这个方程是一样的了 因为我们当我们把它展开D方 A方加上D方 B方等于D方 C方 一展开,A发现只要我们把这个D方全部去掉 因为它整个方程只不过是增加了D方倍 那么,就发现A方,B方,C方一样了 所以是有无数多个勾股数的 但是这样的勾股数它太简单了 我们随随便便搞出无数个来 所以呢,我们再定一个东西叫做本源勾股数 增加一下难度 那么勾股数呢,它还是勾股数 终究都是A方等于B方 A方加B方等于C方 这叫三角形 但是呢,它本源勾股数和勾股数不一样 就是本源勾股数里头的ABC 没有公英数 公英数,对 不确定 所以,比如说3,4,5 它就是一个本源勾股数 因为它们的勾股数只有1 但是6,8,10就不是了 公英数有2 所以它就不是个本源勾股数 那么,我们就列出来几个本源勾股数 看一下 3,4,5是大家最熟悉的 还有一个也是很多人都熟悉的 5,12,13 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其他的本源勾股数 我们这里就只列出了两个 然后呢,我们发现 3和4,一个基数一个勾股数 5,12,一个基数一个勾股数 所以AB机有性不同 当然我们需要证明才确切的知道他们机有性不同 然后还有这个5和13 所以C它都是基数 所以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两个猜想 AB机有性不同 并且C总是基数 那么我们现在就证明一下 AB机有性不同怎么证明呢 那很简单 AB两个数它要不然同机 要不然同偶 要不然就是机有性不同 那我们只要说它不可能同机 它也不可能偷偶 那我们就知道它必定是机有性不同 那么如果AB同偶的话 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如果AB同偶的话呢 C它就必须是偶数 那这三个都是偶数 它就不是本源勾股数了呀 管你是不是勾股数 反正你们有勾股数是2 所以同偶的话是行不同的 因为它不是本源勾股数 我们要求的是本源勾股数 不仅仅是勾股数 那么如果是同机的话 那么同机的话 C当然也是偶数 因为两个基数加起来还是偶数 所以B仍存在三个正整数 X Y还有Z 它满足A等于2X加1 B等于2Y加1 然后呢C就等于2Z 两个基数和一个偶数 那么我们现在就给它代入到 A旺加B旺等于C旺 那就是2X加1的平方 加上2Y加1的平方 等于2Z的平方 我们现在给它展开来 4X旺再加上4X 再加上1 当然这个加1和后面的一个加1 会是可以变成加2的 所以我目前就不把加1写出来 然后呢还有4Y方加上4Y 然后这里加1和加1就变成了加2 那2Z的平方就是4Z平方 这个时候对数字很敏感的 小伙伴们就发现了 A44444还有一个2 有公英数2 对没有错误 然后呢现在我们得在这块写了 那么就是2X平方加上2X加上2Y平方加上2Y加1 等于2Z 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2Y方是偶数RX 2X方是偶数 2Y方是偶数 2X和RY也都是偶数 然后再加上一个G数 所以等于左边是G数 然后呢那2Z 没有写平方 那么2Z平方 管你Z平方是G还是偶 只要乘2 它必定是偶 所以你现在告诉我一个G数等于一个偶数 这肯定是不合理的 所以它不能是同偶 也不能是同G 所以ABG偶性不同 那么证明了ABG偶性不同之后 就非常容易证明C是G数了 因为ABG偶性不同 A的平方 那就咱们设A是G数 B是偶数 那么A的平方 它就是一个G数 B的平方 它就是一个偶数 那么G数加偶数 肯定是一个G数 于是C 它总是一个G数 那么现在我们有了 我们证明了这两个条件 我们现在就做一些操作 A的平方 加上B的平方 它等于C的平方 我们现在等式两边 全部都减去B的平方 于是呢 就得到了A的平方 等于C的平方 减去B的平方 这里科普一下大家 就是只要是A 只要是A方减B方的形式 一定可以分解成 A加B乘以A减B 那么我先把它擦掉 留出一些空间 空间 于是呢 C方减B方 就可以变成C加B乘以 C减B 那这样逻辑上行得通 那我们试一试八 我们先列出 大家最熟悉的三四五 那么A是三 三的平方就等于 C是五 B是四 那么三的平方就等于 五加四 乘以五减四 结果是九乘一 果然是三的平方 我们再试一个 五的平方 就是我之前提到过的 五十二 十三 那么十三 加十二 乘十三 减十二 等于二十五 乘一 和五的平方也一样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又找到一个规律 九一 二十五 一 那我们需要更庞大的列表 才能真正的发现规律 这里就是提前下落一下 那么九和一 二十五和一 他们都没有供应数 那他们没有供应数 我们当然也可以多列一些 但是我们这里就直接用逻辑证明 那么为了证明 C加B和C减B没有供应数 我们就设一个很神奇的正能数 D 它是C加B和C减B的供应数 换句话来说 就是D能够整除 C加B和C减B 那么如果D能够整除 C加B 它也能整除 C减B 那D必定也能整除 C加B 加上 C减B 它也能整除 C加B 减去 C减B 那么把它们两个加起来 我们得到了 2C 把它们两个减掉 我们得到了 2B 那么 2C和2乘B 它们都是两个偶数 那么它们都是偶数 所以D需要整除偶数 然后呢 我们现在再看 D能够整除 C加B和C减B 那D肯定也能整除 C加B 乘以 C减B 那么C加B乘C减B 我们都知道是A 的平方 而我们设A 是一个基数 那么A的平方 它也是一个基数 所以D 它既要整除基数 又要整除偶数 所以D 只能 是1 换句话来说 就是 C加B和C减B 没有 公因数 然后呢 我们还发现 9 1 还有25 B C加B和C减B 貌似都是平方数 那么我们以后会证明一个理论 是这样的 如果 A 乘 B 等于 某个数 X的平方 那么只有 在A 等于 Y的平方 就是A是一个平方数 并且B也是一个平方数 的时候 才有可能 实现 我们 以后 会证明 首先 现在就把它放在 这里 那么我们知道 C加B 是一个 C加B和C减B 都是平方数 并且它们没有 有共因数 那么我们就可以设 C加B 等于 S 方 C减B 等于 T 方 而且这里 S大于 T 大于 等于 1 然后呢 S和T 互质 就是 它们除了以外 没有其他的 供应数 并且它们 也是 基数 这里为了有空间 先把它 擦掉 那么得到这些呢 我们就看 把这两个等式 加起来 把这两个等式 减掉 那么我们先把 这两个等式 加起来 C加B 加C减B 正B 负B 没有了 C加C 等于 2C 所以呢 2C 等于 S方 加T方 那么 自然C就等于 2分之 S 方 加T方 然后呢 把它们两个等式 减掉 C减C 没了 B 减 负B 等于 B加B 等于 2 乘B 那么 那么 它就等于 S 方 减去 T方 那么 老规矩给它 除以2 B就等于 2分之 S 方 减去 T方 那么得到 C和B 怎么用 S和T 表示 那么 我们就可以 把它代入到 正常的等式 A方加B 方 等于C 方 里头了 其实都不用带到 那个等式 因为 我们知道 C加B 乘C减B 等于A方 所以呢 A方 就等于 S方 乘T方 那么等式两边 都更好一下 都更好一下 大家就会发现 A 等于 S T 所以我们能 得到这样一个定理 叫 勾股数组定理 A 等于 S T B 等于 2分之 S 减T方 C 等于2分之 S 方 加T方 其中 S 大于T 大于等于 1 并且 它们两个 是 互质的 任意 基数 那么我们 确定一下 它是对的 检查一下 那么 最好的检查方法 不过就是 把它 放到公式里 展开 看看对不对 那么 左边是 A方 S T方 加上 B方 2分之 S 方 减T 方 的 平方 那么 左边可以简化成什么呢 那为了简化我们先给它展开 那就等于S 方 T 方 S 方 T方 加上 注意这里头 A 减B 的平方 可以 A减B 的平方 可以变成 A方减2AB 加上B方 所以呢 这边就有 S 方 T 方 S 方 T 方 加上 2分之 S 四次方 减去 2S 方 T 方 加上 T 的 四次方 那么 当然 S 方 T 方 可以变成 四分之 四倍的 S 方 T 方 此时我们发现有一个S方T方 并且在 这一个分数里头发现有一个 负2S方T方 于是呢 它现在就只剩下正 2S方T方了 所以呢 它也等于 2分之 S 方 加2S 方 T方 加T 的四次方 我一说这个等式是不是大家听着 听着非常非常的 耳熟 当然我发现这里不应该是2 应该是4就写一个美化的4 那么 这一个 这一个分子和这一个分子唯一的不同就是 从 减2S方T方 变成了 加2S方T方 那么 符号一变 它的缩写 就变成了 那4就是2的平方 那么S方 2S的四次方 加上2S方T方 加上T的四次方 其实就是 S方加上T方的平方 那这个它等于C方 我们根号一下 就会发现 我们算出来的C 它就等于 2分之S方加T方 而这个 和上面的这个 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的定义得到了认可 得到了确认 那么今天就这样 我们下一次谈论 单位员的时候再见